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1月11日发布报告显示 美国军方跟丢价值超过1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装备 应接受最终用途核查的原污武器装备中 大约59%未能轻点到 这些武器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 独刺防空导弹和弹簧刀自杀式攻击无人机 报告把原污武器装备去向跟踪不利 归咎于核查人手部族以及核查人员在污活动受限等因素 按美联社说法 这类武器包含敏感技术且体积小 因而更容易成为走私对象 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赖德当天说 没有可靠证据显示美国援助的先进武器装备非法流失到乌克兰境外 不过报告说 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已经派人进驻乌克兰 同时继续就美方援助的武器装备是否被不当使用进行刑事调查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表示 队伍军援资金已经告庆 军事支持暂停 随着政策的放开 中美之间航班不断增加 从2023年11月9日起 美国政府宣布中国航司可增至每周35个中美直航客运航班 目前 每周从洛杉矶飞中国的航班已增长至20班 目的地覆盖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厦门 成都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提供的选择最多 共有4个航班 包括每周二从洛杉矶飞深圳 每周四、五日从洛杉矶飞北京 以及每周二、六京亭洛杉矶飞北京 中国东方航空每周一 三、五、六日从洛杉矶飞上海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每周一 三、五、六从洛杉矶飞广州 厦门航空每周二、四日从洛杉矶飞厦门 四川航空每周二、五从洛杉矶飞成都 目前所有航班的排班表会运行至3月30日 航班增加后 机票的价格也普遍开始下降 另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消息 2024年民航会加强国际合作 推进中美直航航班的大幅增加 同时推动优化签证和出入境政策 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 提升国际航班的出入境效率 美国和英国于1月12日凌晨 联手空袭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目标 美国总统拜登称此举是对胡塞武装 在红海袭击国际海船的直接回应 将毫不犹豫地只是采取进一步措施 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 美、英军队对也门发动73次袭击 袭击集中在首都萨纳 河台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和萨达省 袭击造成5名武装人员死亡 另有6人受伤 胡塞武装表示 美英的袭击不会使其放弃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立场 将继续阻止以色列相关船只 或前往巴勒斯坦备占领土港口的船只 在阿拉伯海和红海航行 美英将为这次大规模侵略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同时美英空袭也门点燃原油行情 国际原油价格明显走高 美、布两油日内一度升超4% 反映了巴以冲突外溢效应的加剧 1月10日至11日在中方斡旋和促推下 缅军、同国港、德昂、若开等三家缅北民第五组织代表 在中国云南昆明举行和谈 并达成正式停火协议 中国外交部指出双方同意立即停火指战 军事人员脱离接触 相关争端和诉求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 双方承诺不损害中方编民和再免项目人员安全 双方并就停火安排等其他事宜进行了协商 wonderfu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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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